本来我们可以自己委托鉴定机构 对这个商产进行鉴定的 但是我考虑到担心保险公司 我们自行委托鉴定以后 保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 这样时间就会更长 然后还有我们前期会 比如说电付的鉴定费用这些 会产生重复鉴定的一个过程 为了审去这一个过程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起诉到法院来 让法院那边通过法定程序 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 简单重复的司法鉴定程序 不仅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 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而且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他提出 请法院通过法定程序 委托鉴定机构 对量量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他的伤情主要是集中在脑部 比如说有右侧中枢性偏摊 脑梗塞 缺血缺氧性脑损伤 通过我们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鉴定它构成了八级商产 这个商产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2021年6月9号 经法院委托 重庆法医验商所出具鉴定意见 一 量量的商产等级属于八级 二 量量需要加强运动 语言及认知功能训练 半年至一年 费用需三万至五万元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关于案件的事实 赔偿的项目金额发表了相应的意见 秋某在法庭上贬称 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在此次事故的过程中 没有见到一定的监护义务 因为他放任了量量 这样一个两岁的幼童 在小区内四处走动玩耍 所以秋某认为 原告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就是家长应当意识到 这种主干道是随时可能有车来的 但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工作上 其实很多事故认定都会认定 家长作为监护人是有一定责任的 出事的时候 确实小孩只有一个人在路上玩 但是因为当时事故认定的时候 当时也急着救小孩 邱振奎这边就完全没有去 太过于争执 就是当时的一个事故认定的问题 然后事故认定当时 就以权责的形式下来之后 然后邱振奎当时也想着 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去救小孩 怎么去电子 这些就完全没有管 那个事故认定的一个问题 对此情况法官认为 事发后警方出警进行了勘查 调查意见认定 邱某夫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被告邱某对此有意义 但并未向法庭举事相反证据 所以对其此番辩称意见 不予采纳 没办法这种东西 对 法院肯定要看的是证据 而且本身当时那个负义期限法 确实是简单你 就是负义期限的一个权力 但是你当时也没有去把握这个期限 所以说最后肯定要以这个事故认定为准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被告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标准错误 商者既是农村户口 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 保险公司认为 亮亮的父母在本案中 既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 因此应当扣除原告在水滴筹上 所筹集到的款项 至此本案的审理进入到了争议区 因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网络筹款这一部分在理赔当中 是可以直接扣除的 那么车祸保险理赔跟公益筹款 究竟有没有冲突呢 现实生活当中 保险公司已经赔过的人 还能不能参加水滴筹 这类公益筹款平台呢